在反习公开信的余运里面 我们走进了2017 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 这个2017很别致 值得纪念 随着张春贤的下台 至江的思路 从揣摩杨真心的步骤 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其实发生了很多故事 只是没有人愿意说 更没有人愿意听 所以这个问题在内地 没有引起什么状态 追寻欲乐新闻的人 这一年来还能听到一些 王宝强婚变 周里波被捕 徐晓东的打类 画涌的这个卖画 其实今年 1月26号发生的新闻 是我们几乎关注了一年的东西 它还没有结束 高潮出现过很多 那月29日 郭文贵开始爆料 第二天 肖建华被跨境抓回中国 大家感到好奇的是因为 肖建华不仅仅是明天系的首脑 是权贵的白手套 或者说是共用的白手套 他在成长的期间 代理了很多权贵的 私人财产的管理 包括习近平 所以人们很好奇 他和我们熟知的影星赵薇 现在正在风头上的马云 都有交集 其实人们更关注的是 他另外一个背景 就是六四期间 他曾经是北大学生会的主席 旗帜鲜明地站在政府一边 这个15岁考进北大法律系的 所谓神童 在六四以后 获得了他的红利 今年 是一个结束的开始 本来今年的新闻 上半年并不少 也不是每个人 都去关注所谓的爆料 不过呢 4月份连续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 4月1号传来了一个愚人节消息 在雄安 成立了一个雄安新区 大家还在震惊的时候 紧接着就发生了 美国之音的断播新闻 所以我们今年看到的热点 其实是从4月份开始 人们忙前忙后 忙了小半年吧 出现这种新闻 出现这种新闻 很令人惊讶 难道你看 中国内地出现的一些事 涉及到面比较广的 你比如像这个中印对峙 戏剧化的两个月 戏化的两个月 川席会 为三胖争取了三个月 我们大家都在调侃战狼的时候 还有人在为人民的名义鼓掌 因为他从反向证明了一点 不管是贪官 还是清官 他们最终都把自己的子女财产 转移到了美国 今年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的 可能只是一个海航 这个东西从郭文贵爆料开始 一直到现在 德国美国都已经介入了司法调查 它不仅仅是一个股权的问题 它其实涉及到中共权贵 向国外转移资产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法律漏洞 我们知道这些钱来自于国库 来自于人民的储蓄 海航事件 其实更应该关注 而且未来估计会有更多人关注 这是从法律层面上 解开谜底的一个路径 今年传来的好消息也有不少 由于曹顺利的非正常死亡 已经有一位官员 被正式的追究责任 他在美国以及美国盟国的财产 已经被冻结 这是今年最好的一个消息 小粉红呢 今年一年都在忙着祥瑞 仿制的这个航母下水 组装的这个919飞机 还有一个护印护线的可燃冰 尤其这个可燃冰 很搞笑 确实向祥瑞 昙花一现 现在已经没几个人 愿意提及这些事情 今年内地政才上 孙政才以他的涌落 为王者荣耀这个游戏 做了一次最佳推广 张扬 全家莫名其妙的自杀 这是十八大以来 花样自杀的将军们的 又一个创作 当然了 平民就更多了 据说还有一个平民 在看守所里面 自己用卫生纸打湿了以后 一层一层地贴在鼻子上 让自己窒息 这个动作从理论上来说 它都不是那种 难度系数二点名的东西 它在调侃我们的智力 现在撒谎的人 政府的这些官员 已经不在乎你看穿 他是不是在撒谎 今年最有良心的官员 应该是周小川 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59岁现象 就是临下岗的时候 说一点真话 办一点实事 你不管是为自己老的孩子 落点钱 安度余生也好 还是为全国民众做一个科普 七十多岁的周小川 终于做出了一句心理话 明司机时期 明司机时刻 极有可能到来 今年市区的中国人 名人 确实很多 像钱其成这样的 我们一般 不太愿意提及的 因为没有办法 统一认识 你像两岸比较关注的 大多数人都可以说 能够关注到的 其实只有两个人 一个余光中 一个周有光 除此以外 今年还有两个 引起震动 一个是彭明 死得不明不白 据监狱通知家属 彭明 有一些部委 在没有征求家属 意愿的时候 就已经被切割了 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主张 武装夺取政权的 现在跟着他学的也有 这个事儿 引起了一些震动 但是时间并不长 因为我们跟着 就接到了另外一个 恶号 刘晓波患癌症 而且是晚期 从已知的资料上来看 有一个消息让人更 感到不安 两年前 就已经通过一些渠道 通知了家属 这应该是一个 未经证实的消息 我们现在只知道 他从政府 透露的这个管道 暴露出来 他患肝癌晚期 直到他死亡 也就几十天的时间 在他死之前 他曾经试图 通过默许公开妻子 求助信的方式 带着妻子和弟弟 离开中国 伊格洛贝尔候讲者 在监狱里被关到死 在监禁的环境下 举行海葬 连一个纪念的地方都没有 这是很罕见 然后下半年 又出现了几个热点 一个是驱逐低端人口 一个是红黄蓝市井 另外一个是没改气 这三个东西吵了几个月 大家在争论的过程中 可能忘了一点 从性质上看 红黄蓝是罪恶劣的 它撕毁了人性的底线 这个事件 很快就被平息了 很多人不愿意去谈 因为它涉及到的东西 很多人不愿意指示它 宁愿把它当作一个梦 即便是个噩梦 也希望它尽快过去 我们以前看到过 有一条罪 叫朴树又履罪 一般只适用于官员 他为强奸犯提供了一个途径 一个可以减轻处罚的途径 现在爆出来的这个红黄蓝 它比强奸罪还要恶劣 当然了 不能不说另外两件事 就不那么重要 其实你看驱逐大城市的低端人口 这种举措不是现在才开始 只是蔡奇急着表工 为了落实这个上级意图吧 急切之间 利用一次火灾来赶人 接着又全国范围内 又爆发了几次 不明其妙的这种火灾 而且都是恰如其分地配合了 整治陈宗村的这个亲历 驱逐所谓的这个低端人口 所以人们发现 拆迁啊 现在有一个新的思路 利用点火来采迁 这就很麻烦 城市里面有一些居民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赞助人口 流动人口 他们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呢 主要做的是服务型行业 他们在城市停留下来 为基建工程 市政服务 包括这个餐饮啊 环卫啊 各个 城市人不太愿意做的工作 填补了这个劳动力的缺失 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们在城里定居了 有了自己的孩子 跟着就是组建一些民工学校 孩子组建长大 需要找一份更加体面的工作 这个问题在中国出现 已经几十年了 不是现在才开始 前几年呢 就传出一种做法 鼓励农村来的人 回到农村去 也做了一些安排 政策上有一些倾斜 但其实 都没有完全达到效果 这次蔡奇上台以后 重庆那边也是差不多啊 就那个陈明尔上台以后 一刀切的 赶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回农村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些 即将被赶出京城的人 跑到天安门广场 去看神奇仪式 哪怕是 临别的一种留恋 我估计很多人 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 都没去参加过 神奇仪式的这个观望 最后走了 留个恋想 今年为了治理雾门 经济大概有12个城市 一刀切的取消了农民 包括城市城郊的居民 烧煤取暖的这么一个习惯 卖煤的都被抓了 家里面点的这个炉子 也被没收了 是吧 有一些锅炉房 给小区供染的锅炉房 可能都被砸了 炉子都被砸了 甚至在这个开 国际会议的时候 年老百姓家里的炉灶 都被贴上封条 这种事儿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是这次美改气 一下子搞这个一刀切 我觉得确实 是当政者的一种吃 这么庞大的一个管理团队 在没有完全协调好的情况下 试图用一刀切的方式 改变居民的去哪 模式 然后你在供契这个方面 你又跟不上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评价它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一种恶症 它是一种急症 但是大的环境在这 未来可能还将遇到 更加离谱的一些措施 我们只能管吗 今年据说 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支柱 就是李克强政府提出的 要把医疗做成支柱型产业 其实医疗这个东西 最近这二十年 发展得特别快 它是力潮流而动 整个世界上 现在看病完全需要 国民自己来承担费用的国家 已经不多了 我们都知道 社保 医保 这个基金出现问题了 越来越恶劣 今年美国有一个全球基金 国际组织 他们统计过 从2003年开始 提供给中国的援助 是8.5亿美金 但是从后续的调查来看 被中国政府挪用的 比例达到了89% 真正用于 非盈利组织的 实际拨款 不足11% 所以他们今年开始 停止了这项援助 类似的一些 没有宣布的 我们大家还不知道的 可能更多 今年开始有很多人 很多国外的非盈利组织 国际救援组织 逐渐开始切断了 对中国的一些援助 它的数额并不到 但是它的面相当广 这是今年以来 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 很多人其实还没注意到 这个问题 其实它对今后的影响 相当大 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从2017年开始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 在开始转变 这不是一个 川普政府发表一个 对华政策的转变 就可以影响了 因为它涉及到的面 相当广 所以它未来 会产生出很多变化 我们今天可以注意一下 不一定要严深地往下去想 因为我们慢慢地会体验到 它给我们带来的后果 从1984年开始 美国是第二次退出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今年发生了很多事 把中美 经常在话题上 连接起来 一多半 是因为三胖 因为它今年把他的哥哥杀了 同时 我们一直笑话他的脏蛋 现在看起来升级换代了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自己造原子弹 造氢弹 速度最快的 尤其是氢弹 能够第一次试爆的时候 就可以使它小型化的 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 比中国更快速的国家 那就是北韩 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朝鲜这个民族 在世界上是最优异 最聪明 无论是在人文上面 还是在科学领域上 所以大家都不用去猜想 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前两天 至于卫星地图的观测 还抓到过几次 中朝 俄朝之间的海上贸易 现在已经公开的资料 好像是油品 其实这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制裁协议的动作 没什么太大用处 一支军队 想要激动 想要防御 你光靠几百吨油 是解决不了问题 可怕的并不是油 现在已经知道的 发现的这种 运送物资的轮 它是化学轮 它不仅仅可以运油 还可以用火箭的液体发射液 这才是重点 我们一直以为 2017年 是高律师预测中国发生巨变的一年 极权政府开始瓦解的一年 其实到了今年的最后一天 我才知道 今年其实是郭文贵的一年 不管你反对他还是支持他 我们抹杀不了这个印记 今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经历了很多 在这一年中 始终让人看到了一个 正面的一个女子的 中国妇女的形象 是王全璋律师的妻子 2015年7月9号 从王与律师 被抓开始 我们看到了一个 违期两年多的一个案例 那就是我们始终规避不了的 一个叫709案 709大抓捕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第一批抓捕的人中间 有许多人已经出来了 像王与也好 像王与也好 这个考拉也好 谢阳也好 都采取了一种和解 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吧 我们不能去指责他们 他们原先就是那种 在罗斯科里做造成 利用中共已经公布的一些法律规章制度 来跟他们进行一些斗争 维护中国公民的权益 进行这种努力 不仅需要技巧 更需要勇气 709它是一个 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一个案例 它牵涉的面很广 全国涉案的律师 至少达到20多个省 2015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律师 始终听不到消息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就是王全璋律师 很多人不敢去设想 或者不想玩坏了才 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看过一部电影 叫第八个石童像 我非常希望 我们最终能见到 王律师 他的妻子相当勇敢 为了他一直在进行抗争 整个这个事件涉及到的人 现在已经超出律师这个范围 一些民间的维权人士 也被牵涉进去 很多人都已经被判刑 今年虽然是纷纷扰扰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709这个案子对中国法治 它的冲击是相当大 今年已经有一些 著名的法学专家 开始晋升了 他们不再说话 别说推特 人家连微博都不会 我估计呢 要不是因为他们教的学生 遍布在中国的公检法 各个门点 可能他们这些人也要被装 只是没有人好意思去判 因为不合法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 这个二人一起 其实贯穿整个金莲的一个主线 它就是一个郭文贵报料 其他的事件 孤立的事件 恶性的相当多 但是没有爆料 这么能够聚了人气 无论你反对它 还是你支持它 都不要忘了 2017 它有自己的主线 它留下来了一个尾巴 叫做海航 我们尽可能地关注海航 看看国际社会是怎么面对它 这笔争吵 要更有意义 我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 日子对我来说 一天一天还是这样做 明年无非是个元旦 大家都免费的早一睡 对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也不知道明年 是不是大家都会变得更好 我只是从内心里面希望 我们不要忘了 这个2017 很别致 值得纪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吓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